我国海军部队将采用两个新系统 以更安全和有效的方式来训练潜水艇人员和工程师 我国自1995年启用第一艘潜水艇以来 就不断地通过创新的方式来提升相关培训 我国订购的长盛级潜艇能够潜入海里更长时间 有更高的载重量和更容易操作 各方面都经过很大的提升 除了拥有更好的设备 人员训练也同样重要 当局采用虚拟科技复制潜艇的结构 好让更多人员可以在虚拟平台上接受培训 当局也将为工程师提供新的维护培训系统 以掌握在潜水艇上进行维修的技巧 这两个系统将从2028年起启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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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个系统将从2028年起启用